问题我现在妈还看不见 我说我也不相信 三十万拿走了粉勺了 没拿三十万实在一块待六年多 你能相信吗 谁也不相信呢 你们俩拿的这三十万 乃贵阳过不想回天井 这就是我采定的想法 贵阳就算再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 三十万也不够干什么 您告诉我们俩拿人钱怎么过呢 这七年当中他给过我什么东西 没有这笔钱之前我有没有跟他 我有没有嫌疑过他任何的东西 现在突然你给了一笔钱 然后就跑出来说我要怎么样 我要是要他的钱的话 我早就不跟他在一起了 您说呢 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呢 反正这事情也太巧了 我这么多年的青春 谁又给我负责呢 那都只要怪我 让你们回来了 已经把这个后路给你们堆上 你心目中 我就是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吗 我干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 我现在就是在质疑 你应该去质疑你的 我现在人也找不着 钱也没有了 你得允许我 我得你的钱了吗 我也没有啊 你钱也没在我这儿啊 你不是说你没得到 但是谁能知道呢 好 那你再去查我的银行记录啊 我也没有啊 你不行你去查我爸查我妈的呀 你不是也很讨厌他们吗 我们全家里都查不上 我没有那必要查你父母 没听出来老人的闲外之音 他感觉到是要找回那三十万 但实际上他不重生那三十万 因为他知道三十万哪怕是交给你了 也是他儿子自愿的 他想干什么 他想找回自己的儿子 找回那个听话的孩子 所以老人的心情 首先你得理解 我们往往是拿自己的标准 去评判我们周围发生的事 和我们周围认识的人 但是呢 我们这种判断 经常有意识的 我们把自己的认为的一种标准 就带换进去了 是不是老人家 考虑问题呢 您要么您来当律师 要么您选择做法官 但是一定不能您既选择做律师 又选择做法官 这样的话这三十万 你要这么判的话 这三十万一定是冤假错案 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爱 可以说超过了百分之百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孩子 不知不觉把对父母的爱 已经降到了小数点 父母含心如苦 拿出自己的三十万块钱 给你去买房 而且定向非常明白的时候 你一个儿子拿了钱 不管你拍什么用啥 这就是一种不孝 他毕竟不是百万富翁啊 三十万块钱 我怎么用就怎么用了 人家可能三十万块钱 就是他一辈子的积蓄 谢谢您理解 这句话您说的我很高兴 但是这个说法也太片面了 不能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洪方舟 你不能说 他对他父母的爱只是小数点 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你们这个分手 我感觉蛮奇怪 好 你这是个好女孩 虽然分手了 但是呢 他心中对你儿子的这一份理解 还是在的 我儿子要是不爱他 早就回到天底了 嘉宾对于洪方舟的点评和解读 杨婷并不同意 仍然极力地在维护这个自己的前男友 既然已经分手 其实他大可不必为的辩护 如此看来 他们的分手就更加显得奇怪了 那么这一切 真的就像洪先生所猜测的那样 和那三十万有关吗 如此看来 一件事情的起因和矛盾 都聚焦到了洪方舟的身上 解灵还需细灵人 只有找到了他 一切才能真相大白